在最新斗罗动画里 我们看到了衰老的波赛希 这一幕看着着实让人心疼 原本波赛希的建模是很美的 高贵 优雅 气质动人 给人一种动人心魄的感觉 现如今在最新动画里 波赛希的一个转身估计吓坏了不少粉丝吧 这就如同在网上看直播 那些美女主播每眼翻车一样 突然就吓跑了榜一大哥 但波赛希不一样 他是心境发生变化导致的 以他99级的魂力 想要永住青春是轻而易举的事 然而在唐晨离去的时候 波赛希心中的那道光也就彻底消失了 再保持那副美丽动人的模样 已经毫无意义了 在唐晨来到海神岛时 波赛希眼里焕发着少女的光 这一刻的波赛希 应该是百年来最开心的一天了 紧紧地与心爱之人拥抱在一起 最幸福的事也莫过于此了 相信这一幕也感动了很多人 但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两人相处 唐晨也开始述说自己这些年的经历 直到说出了自己只有三天可活 波赛希颇为震惊 但也无法挽救什么了 唐晨离去时说的那句话真的感动到我了 波赛希这边在唐晨离去后 也瞬间苍老了下来 想想也是 不等百年 换来的只是三天相伴的时光 这一幕确实让人非常心疼 最后只能默默地为唐晨收尸 心中的那份苦闷谁又能懂了 不过唐晨与波赛希在后续剧情里都有反转 敬请期待吧